範圍裡面去,就容易產生錯誤 這一點要特別的注意 那我們來試一下,首先的話呢,因為我們要從選舉範圍建立 所以第一個我們把優標放在B1,B1部分,姓名的部分不用 然後一直往下找到我們最後的範圍 一直到這一個 I的207按SHIP的鍵 把這個範圍選起來之後 記得就是把那個上面標題要選到,然後從選舉範圍建立裡面的話 那你的範圍名稱要在哪裡,也就是將來那個名稱要以哪一個當名稱,那因為我們上面 有一個欄位的名稱 所以直接從頂端列 按確定就可以了 確定之後各位可以檢查一下,從名稱管理人員可以看得很清楚 裡面的話一定會有個郵遞區號 那範圍一定是從B2一直到 B207 特別注意的是B2,不是B1 有很多 定義的時候,把藍位的名稱也把它定義進去 那就錯了 特別注意,就是從B2開始 那也就是說呢 以後只要相對的 相對的位置 只要是B藍的位置 他都會,就是你 直接給他一個郵遞區號就可以代表了 OK 那其他的話,還有像程式也是一樣 也是從B2 C2一直到 C207 這個範圍 OK按確定,把它關閉起來 確定一下 沒問題 接下來我們來做這個 用函數的方式來做 那給他一個公式 第一個的話 等於什麼 等於郵遞區號 所以你給他相對應的位置的時候 以往是點這邊一下 B2對不對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不要這樣 我們按F3 直接給什麼郵遞區號 也就是郵遞區號 這個範圍名稱 他會找到相對應的位置 把這個資料帶過來 然後END 串接 串接什麼 在一個F3 接下來就是程式 然後再一個END 再一個F3 F3我們找到就接到 在END 串接 串接的話 這個地方就會 需要一個公式 判斷 所以判斷的話 我們這地方 可以用那個什麼 if isblank 對不對 所以這邊我前面講過 我們第一個就是if 然後呢 這個地方 第二次函數的話就是isblank isblank 你的值是什麼呢 你的value就是指的是 這個裡面的東西 這裡面的東西是什麼呢 F3 斷 按確定 就是判斷說 這個裡面的東西是不是blank 是不是空的 如果是空的話 按確定之後的話 再按一個確定 那回到if 因為if還沒完成 公式還沒完成 所以再按 有沒有放在if上面呢 再插入函數 這個地方就判斷 isblank斷 然後如果是 裡面是空的話 怎麼樣呢 那就不要任何東西 就是給什麼 給空字串 反之的話呢 就是什麼 擠 斷 對 那擠斷怎麼表示呢 一樣按F3 擠的話就是 就是裡面的東西嘛 裡面東西什麼就是斷 and 擠斷 後面一定要加一個什麼 斷 那就自己再打一個 這個字就是斷 那這樣的話呢 按一個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 裡面就會判斷 裡面就會判斷 不過呢 各位會發現 奇怪 老師那裡面是應該是空的 那為什麼 說的